我像是买不起的人吗 幼稚 小红啊 想不到你这么上相啊 我之前都冷落你了 对不起 你看看 还是我的小可爱最美了 小可爱 怎么星辰跟初遥的照片冒出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江念雨你怎么来了 阿姨 林星辰在这儿吗 没有啊 可是他刚刚跟初遥的照片突然跳出来啊 这是林星辰账户的同步照片 不过看不出背景在哪里 只有这么一张吗 我们家星辰怎么了 他们在船上 他们租船私奔了 还想要去上 不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说 他们坐船 离家出走了 这一定是初遥 又怪我们家星辰 不是星辰的本意 他们去酒店了 他们还喝酒啊 不行啊 不能碰我的后尘啊 不能让他们两个孤男寡女在一起啊 等等 我这是 在滨海市的W酒店 江念玉 你快去阻止他们 要造反了他 竟然搞起什么私奔 一定要给他一点教训 不然 要是这么任性下去 我怎么放心把集团叫到他的手上 孩子还小 就算要教训他 也要把他平安找回来呀 我说亲家 我 两个孩子还没有结婚 请不要这么称呼 好吧 那就姑且称您 郑总 郑总 现在的情况看起来 这两个孩子确实是情投意合 尤其是您家公子 对我们家星辰可以说是一往情深 要不咱们就成全他们吧 成不成 现在是我说了算 可是如果这个事情 让媒体或者其他股东知道 会不会觉得你们父子感情有问题 而让其他股东失去信心呢 我想媒体应该不会知道吧 臣懂 咱们是自己人 我当然不会告诉媒体 我是担心日药集团其他的人呢 既然星辰是跟初遥在一起 那我就放心了 郑总 郑夫人 先告辞了 所有的事情都等他们度假回来 咱们再商量 好 请 兜里集团快不行了 这个陈明丽还真是不择手段 竟然连自己的女儿都可以利用 行辰死去的爸爸 如果知道陈明丽这么利用他的女儿 一定伤心死了 你 立刻把 郑初遥所有的银行卡给我停掉 同时放出消息 我们日药集团 跟多里集团 没有任何的殷勤关系 是 去吧 为了庆祝我们的第一次 干杯 谁跟你第一次啊 你到底想什么呢 我是说 庆祝我们第一次单独出来旅行 你想什么呢 谁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啊 我可得防着点 我知道你觊觎本少爷已久 但我可不是随便的人 第一次这种东西啊 我还是打算留到结婚以后 郑初遥你是有自恋癌吧 我可是第一次单独跟一个男生 尤其是你这种男生 我才不会做什么喝酒的傻事 你以为 我跟你这种臭脾气的女生在一起 我就会喝酒啊 谁知道你喝醉了会不会对本少爷 上下其手啊 那个 哦 这两瓶酒我是买来泡澡用的 刚才只是考验你一下 你肯定想多了 等一下我就来泡个红酒浴 你疯了吧你 反正是花我的钱啊 你心疼什么 随便你 不过明天一早我就走 我的药王子 你好好享受你的酒 啊 喂 喂 林星辰 你真的笨死了 你竟然以为江念雨要带你私奔 嗯 现在好了 江念雨要去维也纳 啊 而我竟然都没有送送她 她一定以为我是故意不见她的 这难道就是命运吗 这个时候江念雨已经在飞机上了吧 小姐 嗯 醒醒 哎呀 这句别碰我了 小姐 醒醒 起床了 小姐 哎呀 你干嘛呀 嗯 不好意思 是郑先生让我叫醒你的 喂 郑初遥 你干什么呀 你别乱来啊 把钱包给我 干嘛 当然是付账单啊 我爸超狠的 他一出手 就把我全部的卡都停掉了 哎 你说好的什么心情啊 你说好的如你所愿呢 你闭嘴啦 这件事啊 算我失策 哎呀 赶快把钱包拿来 我没带钱包 啊 你没带钱包啊 喂 小姐 我们这可是私奔的 你私奔不带钱包的 你神经病啊你 你大半夜把我结识出来 我怎么可能带钱包啊 好了 什么都不要说了 这件事情啊 看来只能靠本少爷的人格魅力了 这是我的身份证明 等我回去以后 钱我会一分不少地打到你们酒店来 我正处要向来说话算话 不好意思先生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这样做不符合酒店的规定 您如果实在是拿不出钱来 您可以打电话通知您的家人 你在说什么啊 我是日药集团的继承人 被取取几万块钱困在酒店里面 要是被媒体知道了 我们家股价不知道会下跌多少 你担当得起吗你 对不起 那我就只好通知警员了 哎 慢着 不要慌礼行程 你总会想出办法的 如果你是姜念雨 这时候你会怎么办